透过花莲施工所的热情邀约 社团法人新北市国际儿童教育协会 12号是在花莲客家文化会馆 举办了两场次的舞台剧演出 是由圆圆芳芳剧团带来的 阿波菲斯环游世界大冒险儿童舞台剧 现场也邀请了花莲在地的社福团体 一同到场享受欢乐舞台剧的亲子时光 开演时间还没到 客家文化会馆演艺堂外头已经挤满人潮 其中还有来自中区玲珑的家长特地北上 就是要让小朋友接触到不同的学习方式 就是小朋友也很期待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活动 然后也希望让小朋友从这样的活动上 可以理解更多的一些他们喜欢的一些知识 12号下午花莲市公所特别邀请社团法人 新北市国际儿童教育协会 在花莲客家文化会馆举办了两场次的舞台剧演出 是由圆圆芳芳剧团带来阿波菲斯环游世界大冒险儿童舞台剧 吸引超过300位民众到场共襄盛举 除了线上报名之外 还包括有透过花莲市公所邀请的社福团体 一同享受欢乐舞台剧亲子时光 那这剧场是得到全国很多的单位来邀请 很多县市也邀请 那我们很荣幸的能够把它邀请到花莲 而且今天我们很特别的是邀请一些 我们长期在关怀的一些家庭的孩子 共同来看这样子的一个剧 那我们希望说每个孩子都一个快乐的童年 而且可以在无忧无虑的童年下 那也欣赏到最棒的一个演出 那我们相信未来有机会的话 我们会邀请其他的团体 也陆陆续续续再次来到花莲来做相关的展演 生剧团长导演与编剧的方秀梅 本身具有超过30年的幼教经验 在教学生涯中经由观察孩子及与孩子互动 而繁衍出阿波菲斯环游世界大冒险 这部舞台剧的剧本 剧中简单逗趣的对话 剧剧都是孩子听得懂的笑点 那你说你叫阿波菲斯 哦那一定就是阿波菲斯 看不出的啦 好好笑喔 那这一次呢 其实我们对花东的小孩呢 都非常的希望他能够看到我们的剧 所以呢我们非常的感谢花莲市 花莲市政府 然后呢市长非常的热情的赞助我们 然后让我们能够到这里来演出 那这出戏其实是一个非常难得的 蒙特索利地理舞台剧 所以呢孩子看完之后 会对整个世界打开一个大门 所以对孩子的帮助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常常说 我们会用一场戏的时间 来帮助孩子的改变孩子的一辈子 这次在花莲的场次 是圆圆芳芳剧团 在全台第30及31场的公益活动 参与的演员全都来自社团法人 新北市国际儿童教育协会 所属的脱婴中心老师 家长及小朋友无仇演出 虽然不是科班出身 但藉由密集拍练 常常都有着精彩专业的演出 记者 许丽清 吉安湘报导